推著娃娃車本來走在綠色的標線型人行道上 只是走了一小段就沒有 而缺了的這部分就經常有路邊停車 車子一停行人就沒地方走 就只能走在馬路中間與車針道相當危險 所以我們不能感到不能禁止他 今天主要來中心裡就是民眾有反應說 在這一段因為這個沒有畫這個人行道 然後常常娃娃車或是媽媽們 孕婦走在上面其實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今天來現場會刊 那主要看依現況 因為這個有車輛的進出 所以也沒辦法畫這個人行道 在街頭陳情號新北市議員白沛如 就邀請了市府交通局警分局等相關單位人員 現場會刊 紫健福的二路193號這一代行人不少 其中也有不少是推著娃娃車 只是沒有人行道不打緊 有時候還有路邊停車 再加上這一代車速又快 晚上事件不好走在路上更是危險 只是這一段標線行人行道要增設延伸 礙於法令有問題 所以會堪討論之後也決定畫靜停紅線 權宜措施就是我們先會畫色紅線 讓大家不要在上面停車占用 因為一旦沒有畫線 然後占用了整個區域之後就會造成大家走路 必須走到更往那個馬路中間走 所以我們今天跟交通局還有相關單位研議 就是會初步這邊會來設置紅線 然後讓大家走起來可以更安心 從原本就有的標線行人行道走過來中間缺了一段 沒有標線會堪後將畫紅線禁止停車 讓行人走過來可以銜接前方的騎樓 減少與車針道保障通行安全 這場慧琳細紙採訪報導 請你詳細紙採訪 我們去訪問一下 谢谢观看